我谈现在被提示出来的这件事啊 因为那事关 那事关 我们重新再把美丽岛事件 拿出来做历史定位啊 对啊 你的这个推荐 如果他真的是去当了我们的大法官 其实 而他什么又都没有做 其实又事关说 我们最后再重新拿出来做历史定位啊 所以我专问你这件事好吗 你的意思是要回答我说 他专业的表现足以概括这件事吗 其实没有一个人是完全没有缺点 没有一个人是所有人都很在许的 我在谈的是这个国家 我在谈的是这个国家在此时此刻 要把美丽岛事件时候的起诉检察官 提名来作为大法官这件事 我是报告委员 我不在谈他的个人 我在谈这件事件 报告委员 他所代表的历史的意义 你如何解释 你如何解释说 当时威权体系打压政治异己 打压良心犯的司法 打压事件当中的共犯执行者 最重要的就是借他的手写出那个起诉书 他在为这件事情做定位 他是这件事情最重要的核心执行者 那你今天要让他做大法官 这件事情你认为妥当吗 报告委员 我是这样子来这个推荐人选的 其实我们是把所有可能之后 不要啦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你所有那些回答都不是我要的 我就要问说 现在发现这件事情了 你对这件事情你现在怎么看法 报告委员 我就是要说明 就是我们仍然是就我们可能人选中选 最优秀的觉得条件整体加起来是最好的来推荐 所以虽然发生那件事 他仍然是所有值得推荐的人当中最优秀的两名之一 是不是 因为他一则我们在考量一个人的行为表现之后 所以你还是认为这个推荐OK 我们常常把一个人过去的表现 也会参照他的时间久远来做一个取舍 比如说我们累犯也都是继五年内再犯才算累犯 你知不知道侵犯人权罪是没有法律追诉时效的 所以这件事情不能够用法律追诉时效来看待 如果他有被定侵犯人权罪的话 那当然另当别论 因为我们国家没有这个法律 但是事实是啊 事实当时那件事情是一个侵犯人权的案件 而且也获得平反 我相信委员很重视人权 也对纳粹的他的范行 很多相关的电影可能也有看过 比如说像魏爱朗诵 德国英国美国绝对不会像你这样子做这种推荐 是 我绝对不会 文明的国家 重视人权的国家绝对不会 更何况对这件事情他连道歉都没有过 是 但是在一个时代环境 好 你还是觉得值得推荐是不是 目前看起来 还是值得推荐 因为那是非常久以前 你仍然认为他值得推荐 因为他后来的表现确实显示出他的 所以后宫可以抵前过 我是以他比较我看到的这一段时间的表现 那我谈的问题呢 怎么定位 我谈的这个问题 就是在这个时候竟然又如此去解释 去诠释历史 去诠释美丽岛事件 也就是说啊 事过境迁了可以原谅 应该是这样的意思吗 对不对 美丽岛事件对于政治异议分子的恐怖打压 借着林辉煌的推荐 事实上传递出来的历史论述就是 事过境迁这么久 可以遗忘 可以原谅 所以他还是最优秀的大法官的人选 其实是这样哦 你是这个意思吗 对不对 那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不应该遗忘历史 但是我们应该试着去理解 你就是因为遗忘 理解 对 理解为什么历史会这样子发展 其实像很多研究纳粹事件的人 都会讲到后来一个层面 人性其实差异不大 但是他会在一个时空背景之下 做出一些比较特别的事情 甚至一些比较极端的事情 那这些激起这样的一个表现的因素 常常是一个制度面 法律面 或者说一个更大威权体制下 造成的一个状况 所以个人的表现 其实是在选择非常有限的情况之下 去发生的 照你这么说 全世界在追溯侵犯人权的罪犯都错了 因为个人都应该原谅 因为是平庸的邪恶 所以都值得原谅 你是这样理解的吗 不是 我是说要理解 我说他们的选择有限 要理解 然后还可以升官 还可以做最荣誉的国家的大法官 你不只理解 你还重用 你还奖励 我刚刚向委员报告 对 他等于奖励 等于在他人生最后 替他做一个定位 那个定位就是国家的荣耀 报告委员 我是觉得他后来的表现 你觉得我讲的有没有极端 我这样讲对不对 我的理解就是说 这个人在台湾 最后我们为他做的历史定位就是 他是我们的国家的精英 然后我们给他享有国家 在法界最高的尊荣 所以我们给他肯定 最后是历史上替他盖棺论定 是给他用大法官的会议的身份 来酬庸他 给他做历史定位 所以我们理解 那个是不得已 我们不但原谅 我们还给你升官 我们还给你最高荣耀 我们还给你带桂冠 是这样 你愿意这样做 你愿意觉得这样做对 是不是 报告委员 大法官的工作 其实是最着重在他的法学素养 他在解释宪法 他是法界最高的荣耀 是法律的桂冠 这无容置疑 你还替他辩解到这种地步 我现在要告诉你的就是 这个国家准备 你准备替他戴上这个桂冠吗 为他人生做历史定位吗 而他个人对于当时 在威权体制之下 成为共犯这件事情 连说一句话都不曾有过吗 还洋洋自得引以为傲啊 报告